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之洁性平等不动 四大不动故 当之洁性平等不动 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 平等不动 当之洁性平等不动 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这个注解 善男子 悉空如是平等不动 悉空既是原结性 若见悉空 当之洁性平等不动 四大不动既是原结性 若见四大当之原结性平等不动 如是乃至八万四千瓦门 不动既是原结性 若见八万四千瓦门 当之原结性平等不动 他这个经文 跟他的注解 就加上原结性而已 其他通通没有 这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 佛陀他是有意识的 当初他讲这段经文 他有他的这个意义存在里面 但是注解的人 并没有他把他的这个意义讲出来 只是跟着经文照抄 说这样子就是原结性 其实都差不多的 其实他只要把这个经文重新再抄一遍就好 那么他只是加上一个言结性 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个注解 不怎么通 大家认为啊 佛陀是在讲什么呢 自心清静了 这里面没有自心清静了 他是这样子写啊 三男子 悉空如是平等不动 当之结性平等不动 四大不动故 当之结性平等不动 如是乃至八万四千 陀罗尼门 平等不动 当之结性平等不动 讲最多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平等不动吗 佛陀是在讲不动 不是我们去日本吃的这个无动 这平等不动 平等不动啊 重点 佛陀主要是讲 悉空就是平等不动 那么 他应该要把平等不动稍微注解一下 什么是不动 什么是平等 他里面都没有了 他也跟着造写啊 就是怎么样子啊 悉空啊 就是延结性啊 那么因为这个 延结性啊 所以平等不动啊 这个我也会注解 不需要很多的这个知识就已经会注解了 四大不动故 所谓四大不动故 所谓四大不动故 地水火轰不动 所以 所有节性平等不动 那么 今天要把它提出来讲 佛陀主要就是讲平等不动 但是 作为一个注解的人就要 重点要抓住他 抓住这个重点 然后给他解释一下 让所有的佛陀主能够明白 啊 什么是不动 所以我们这次去日本 啊 看了最多的这个冥王 啊 就是不动冥王 日本人很这个崇拜 这个不动冥王 其实不动冥王也是 最大的冥王 是五大冥王之王 因为他是 大日如来的化身嘛 毕如这那佛 是自信伦 这个不动冥王 是教化伦 不动冥王 是由 毕如这那佛 变化出来的 所以叫 中央大乘 不动冥王 这日本 啊 这个国家 虽然是 啊 小 地方 不大 但是 他们很喜欢 称为 大日本 啊 你看 他以前 那个制造 那个铜币 大日本帝国主义 大日本 其实日本很小 因为他害怕给人家看成很小 所以他要写 大日本 啊 他拜那个冥王 当然他每一尊冥王 他都尊敬了 事实上 他最尊敬的 是最大的 这个 五佛当中 也是最大的 毕如这那佛 大日如来 你看 他一看 大日 大日本 好 这尊 他最喜欢 所以 大日如来 在 在日本 也是很 那个 很多人 崇敬 尤其啊 这个 大日如来的 化身 不动冥王 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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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冥王 哇 你到哪个地方 到哪个 试验 他都是 不动尊 不动冥王 我在那个 金格寺啊 我们在金格寺的 那个 不动冥王庙 看到那个 大日如来 化身的 不动冥王 他不动尊啊 他显现出来 我在当时也教大家说 你要 让这个冥王 显现 让你看见 一定要把自己变化为 本尊生 把自己变成本尊生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看到你 你不一定可以看到他 但是你变化成为 本尊生的时候 他就知道你是 密教的行者 因为只有 自身变化 本尊生的方法 是属于 密教的方法 那么 你自身变化为 本尊生的时候啊 你显现出来的 本尊 他不动冥王在那里 他就可以看到你 那么 你要看到他呢 当然也要修行有功力 啊 我们看到很多 蓝色的光啊 这个 发射出来 眼前呢 显现蓝色的光 称为一千 那么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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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的出 出现 那么 不动冥王就显现在 那个光纤的中间 非常清楚的 啊 这个 看见呢 也就是 很 微妙的 在密教里面 毕如这那佛 是 自性伦生 金刚 波罗咪多菩萨 是 正法伦生 这个 不动冥王 这个 不动冥王 是 教化伦生 这是他们 啊 所 显现出来的 这个 三个圣 那么 今天 谈这个 不动 啊 什么是 不动呢 什么是 不动 什么是 不动 是不是说 坐在这边 不动 这样子就 不动 不动有三个含义在里面 有三个意思在里面 现在问大家 不动是哪三个含义 你看 读经的人 他知道 啊 不动有三个意义在里面 啊 懂的人棘手 就是六个字而已嘛 没有人棘手 那就表示 大家通通都懂 就是不说而已 啊 第一个 就是我们 原则上讲的 要讲这个 清净 你 清净了 是 含在 不动里面 第一个含义 就是 清净 第二个含义呢 就是 无为 无为 你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什么作为 一切无为 第三个含义呢 即定 你很 即一进 вообще的 无为 清净 这三个加起来 就是不动的含义 我们在密教里面的祖师 不是讲过吗 密教里面祖师密了日巴 他有一次回岩洞 发觉岩洞里面有魔在等他 我们碰到魔的时候 第一个想办法的就是 把他降服 就是比这个指示印 那么一手就降服印 一手用指示印 要把这个魔来降服 哇想不到这个魔的 这个法力很大的 他降服不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怎么办呢 用赞美他的 用赞扬的 哇你很伟大 对不对 哇你长得很美 哇你实在是 是无上最伟大的最神圣的 这样子歌颂他 这歌颂他也没办法 他也不走 既然降服也降服不了 歌颂他也歌颂不了 怎么样子怎么办呢 供养他 供养他 哇很多东西拿出来给他吃 请你吃啊 请你这个 你知道 有时候很麻烦的 你要降服魔 魔的法力比你还大 你降服不了 他更加 你一降服他 他更热 那么 你赞扬他 他当然更热了 他就说好啊 你赞扬我 我更高高在上 那么你供养他 给他 他也是贪求无厌的 你一次供养给他 他拿了就走 等一下他又来 对 他又来了 你供养他也没有办法 怎么办呢 最后弥勒日巴 他想到一个方法 他把它关成 把这个魔 关成空性 魔本身就是空性 根本就是虚空 根本就是没有的 他就大步这样走进去 那个魔就没有 今天告诉大家 你要防魔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魔关成空性 这个师母啊 也讲一个笑话 他说他身体比我还差 不过 南辫辟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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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说 身体不一定要很好的人 他才会长寿 身体不好的人 有的时候是很长寿 他一下子这里病 一下子那里病 他是在患保险师 他患保险师 一患越患就越强 他佛到 七十八十九十一百 甚至他一直还佛下去 他从二十岁就开始生病了 什么病都有 什么毛病毛病一直毛病 一直活到一百多岁 他还在佛 有时候身体很强壮的人啊 四十几岁也很强 五十几岁也很强壮 突然之间 他得了一个病 他从来没有犯过保险师 一断他就不知道怎么犯 就完蛋了 一下子就完了 很多很健康的人 他在死亡的时候是一刹那的 反而那些常常 这个大病小病不断的 他佛的是长寿 所以我们不能讲说 师母身体不好 他就是一下子就走 这个人的寿命啊 是不可知的 所以他的寿命可能是长寿 反而我寿命比较短 也不一定 这个是不一定的 不过他常常讲 他说他假如早一点走的话 他晚上会回来看我 他不但晚上要回来看我 他还要来给我码杀机 所以要来给我按摩了 当然人鬼有别嘛 对不对 那个明阳两路啊 我们讲是明间阴间啊 阳间是两路的 他老是回来的话 有时候我会吓到的 这个也不太好 我就讲啊 我不怕 这个老夫有这个 扶摩大法 你回来这个 我就用这个一阳子 给你消灭掉 就马上用降服印 降服你 他说他也有 也有法的 因为他跟着我旁边写法 他懂得我这些法 他说他也可以闪掉 也能够闪的 我在降魔十八法 假如都用了 都没有用了 那我也是很 我也是常常觉得说 哎呀 我在阳间 他在阴间 然后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能 他都能够看得见 我满不了他 对不对 他假如常常回来 我也是很麻烦 不过有一个方法 最好的啦 根本就没有 这个就是要教你不动 你来了 我也不管你 你走了 不送 也不送你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不动 你不要老是把这个放在你的心上 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 在有跟无之间 来了 欢迎 走了 不送 但是我坐在那里 就三个字 一个是亲近 三个含 一个亲近 一个是无为 我没有 我对你没有怎么样 我也不防你 那么也不赞扬你 那么第三个 急定 你定 心定下来 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是空的 都是虚无 那么这个魔 他自己就退了 我们中国人不是讲一句话吗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你看到很奇怪的事情 你不去怪异他 这个怪啊 他自然就会 就会退散 所以我看到这些魔 看到这些鬼 我从来不理会 不理会他 不要去理会他 你一理他 他就热了 你不理他 他自然 自讨没气 他就会走了 根本不必去理会的 今天有一个弟子啊 就是写信来 信礼 他写信来 他说他家里面 有什么地基主的灵啊 去坐弄他 他自己又有禅神灵啊 这样子 他一年啊 要超度这个几百次啊 这个每一个礼拜的星期三啊 一定要师尊这里 给他做超度的 通通要写条纸 他印了很多条纸来 然后印了很多归一证书 又帮那些灵啊 做归一 然后又要帮那些灵做超度 每天就佛在这个灵的世界里面 天天就是在跟无形的在那边讨价 还价 要烧多少金子给你啊 要供养你多少次啊 要操动你多少次 其实是不用的 我们有时候啊 可以用不理会的方法 不理他 就没有死 越理他就越麻烦 这些灵啊 有些是这个样子 你好像供养他一次以后 他每一次都要来找你 每一天都要来找你 那么你的感觉就越厉害 越感 越那个接受就越接受 就越厉害 越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你只要干脆通通不理会 你安静的不动 做清净法 不但清净你自己 也清净了这些啊 幽灵 那么就会没有死的 一点事都没有 你越想他 他就越来 因为他知道你的念头 他就会越来的 密勒日巴这个 啊 他退这个魔 最主要就是 看到有魔 他试了很多种方法 降虎也不行 供养也不行 赞养也不行 到最后 他只能够把这根本就没有 就是关空 把魔当成空性 就自然没有魔 在这世界上啊 会产生魔 大部分都是由自己的心理所产生 完全是由自心所产生 你说没有 我从来就没有 我不会有魔性的 啊 你本身是很亲近的 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的潜意识 在你的意识里面的最深意识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想念 这个是一个重点 有很多人跟我讲 我不可能去招魔 不会去琢磨 为什么我会琢磨 会琢磨呢 这就是你的想念 那么你跟世尊讲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想念 好了 要问你 你的潜意识里面 有没有这一种想念 因为重点在你的潜意识 魔是晓得你的潜意识 你潜意识里面 有这一种想念产生出来 这个魔才能够趁吸而入 你假如是自信本空 你是空性 没有东西可以付 如何会招魔呢 所以佛陀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是这样子讲得很清楚 平等不动 你能够懂得这个平等不动 完全就是清净的本性 在里面 所以我们行则重点 在修清净法 在无为 但是无为当中 便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便不是叫你说什么事都不要做 你是无为而为 你是以自己忠心为无为 去做有为事 以无为去做有为事 例如 你开 开部车子 你的车子是很好的车子 但是你便没有贪爱这个很好的车子 这个叫做无为而为 例如 你自己本身便不贪诺贝尔奖 就是诺贝尔奖给你了 已经颁发给你了 你也不去贪 也不去喜乐 这是你自身无为 但外面有为 这个叫无为而为 这个叫做不贪浊 就不产生磨死 例如 这个现在 我手上有 这个 1.5克拉的这个钻戒 本来我是不带的 我不贪这个东西的 我是将来留起来 意脉的 留起来意脉 这个当然是 钻戒是很好 但是我不贪浊 有时候带嘛 就高兴给他带 不带嘛 就给他拿起来 这个都是人家送给我 我对这个也不产生 这个贪浊的这个心 不产生贪浊的心 你自身是无为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为的东西 所以这个叫做无为而为 佛陀讲的 凡产生贪浊的 旧是磨死 凡是不贪浊的 旧无磨死 这个贪浊就不清净 只要一贪浊就不清净 所以你修清净法 第一个修不贪浊 也就是说 你本身是如如不动的 你本身是清净的 你本身是极定的 你本身是不动的 那么外面任他怎么样子动 都不影响你这个不动 这就是无为而为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想 为什么无为又变成有为呢 到底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说你的中心是无为 但周围的有为 都动不了你中心的无为 这个叫做无为而为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做菩提事业 我们尽力去做 尽力去布施 尽力去供养佛菩萨 尽力去布施众生 但是我们不求回报的 便不是要你将来你要报答什么 或者要讲人情的 今天你做了一件事情 好像是说 不利于征活宗派了 我们讲 哎呀 我们上次还颁奖给你呢 给你多少钱呢 你怎么现在又讲 我们这个中派的这个是非呢 我们不是不谈这个人情 颁奖是另外一回事 颁奖给你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你回不回报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向我度众生 今天我们有三百万的 这个弟子来皈依 有三百万的弟子来归 这个明天 突然边跑掉一百万 剩下两百万 你也是不动的 因为你尽力去度众生而已 我们只是尽力去度众生而已 便没有计较这个人数的增加 或者人数的减少 便不起计较 你就算三百万的众生 只有一个人得度 也是如此 三百万的众生 全部三百万得度 也是如此 这一种心境 就是无为而为的心境 所以我讲过的 就算 这个将来 自己的父亲母亲 离开真佛中 就算将来 这个师母 这个离开真佛中 就算将来 这个佛亲 佛琪 这个佛琪去信 这个 天主教 佛琪去信基督教 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这一种 度众生的一种心境 就是无为而为 所有的弟子 等到将来 这个两百多万弟子 快三百万弟子 全部跑光了 连一个都不剩 剩下我一个 我也是这个样子 一样的 这个叫做无为而为 我已经尽了力了 至于成果怎么样 便不计较 这个就是无为而为 所以我讲过的 你用了 开了劳斯赖斯车 也是这个样子 你开日本的HONDA 也是这个样子 没有什么差别 这一种心的不动 就叫做无为 所以你要好好体会 什么是不动 亲近就是不动 无为就是不动 急定就是不动 那么你能够了解了 这三个含义 再看这一段经文 你就了解 什么虚空 什么是空性 那么你也自然能够 避免掉所有的磨事 所以有一切的磨 你不必去防它 也不必去供养它 也不必去赞美它 也不必去理会它 你只要做到了这三点 自然就没有磨事 今天就谈到这里 阿玛丽贝米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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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丽贝米亡